我们的台中购物节 其实还是发票登录的一个竞赛而已 我们一直在做这样子的购物节活动 把台中市政府做小了 做成是我们财政部的最好的小咖助理 那我们今年更是 把我们的购物节变成是一个女王节了 这个卢香香女王节 我们铺天盖地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旗帜 可以看到公车上面的广告 可以看到电视广告 可以看到网路上面的广告 全台都是在广告我们的购物女王 去年是追加的3.5亿 今年将近4亿了 本期要在这里主张退回 我们不需要特别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把3.5亿退回 全台湾台中市在内有9个县市都在办勾结的活动 所以这个勾结活动是一个刺激经济有效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台中市是办的最好的 报告议员 当然 你看我们到目前为止 今年同时在办的8个城市 有蓝有绿都有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是235亿 第二名是台北市在办30亿 第三名是台南市 绿色执政30亿 第四名桃园市11亿 然后接下来张化县10亿 嘉义市7.5亿 花莲县4亿 绿色执政的嘉义县3.7亿 所以表示有蓝有绿 它就是一个经济学理论 大家都在办 我们如果停办了 后面几个城市最高兴呢 马上变第一名 那我们是235亿 第二名是30亿 停办了我们议员 我告诉各位 然后第二个 大家刚才陈正杰议员讲得很好 你看花坦节 花海节 停办 对于三城的经济影响多大 天怒人怨 这也是我那个所在动算的原因吗 因为我承诺 我当选 我一定会复举办 所以 我们有很好绩效振兴经济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就好像刚才也有议员觉得 你扣第一名 你叫他不要扣了 你叫他退学 第二名很高兴 那在这种情况 我们既然这么有成效 要拜托各位议员支持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有的城市 他拜个类似的节 花了九亿 他用什么 用券下去分 以前议会也执询过啊 有的城市花了九亿 那我们用三点 不到四亿三点多亿 而且这么 这几年来预算都差不多 他能够预算差不多 三点九亿到不到四亿之间 能够这样节节高涨 到今年我们扣掉房地产 到现在两百三十五亿 我妈 所以我是觉得 为了台中市的消费经济 要拜托大家支持这个预算 那过去前几年 我们之所以用 用追加的方式 是因为事办嘛 因为台中市是最晚办的 有的城市已经走十几年 台南已经 如果我们有记错 也办十几年啊 我们是晚办 所以我们不敢说 正式把它放到正式预算 给他说 我们要办不好 我们平安没办 结果我们第一年办 我们就办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再试看看 继续办 稳定了以后 就把它放到 因为我们全国办得最好 所以我们不同党派有意见 因为你做得最好 我们这个歌舞节做得最好 如果没有市场做人 做那个目标 大家知道什么 台中歌舞节 台中歌舞节之所以 是这么成功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看到 八个县市 现在同时在办购物节 没有暂停 你看我们台中市民 你会去登陆台北的购物节APP吗 你会去登陆 这个台南的购物节APP 不会 可是你看我们的APP 两百多万里面 有百分之四十几 都是网络人士来电锡台队 这感觉的真正 也是真厉害 心中的丢丢了 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跑到外线市去行销 因为你看看 外线市百分之四十几 早来我们台中市 来参加我们的定期 我们的APP 那就是因为是要参加我们购物节 可是倒过来 其他七个城市的 我们会去登记他的APP吗 不会啊 对啊 表示我们很成功 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